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把这重点新闻及时新闻的大概掌握其实你说我很忙或者现在人要要看的资讯了很多那你自己要对资讯要选择能力有很多时候比如说网路了甚至新闻新闻媒体当中所提供你的大部分的都是垃圾资讯 新闻的综艺化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不是说可不可以不是说好不好而是而是新闻的本质那在综艺化之后他被稀释冲淡那也被扭曲 基本上提供你的其实他的information含金量是很差的好所以呢利用整点新闻的时间我长时间我当然都会注意注意听自己电台的整点新闻的内容 那听了之后我就我们电台的新闻的整理呢仍然仍然保持着保持他的纯粹性他的水准 好那除了新闻之外另外每天早上的七点钟八点钟时段的所提供的生活资讯很重要天气 昨天已经有提醒今天天气跟昨天差不多早晚偏凉看到雨的机会不大 但是明天明天的就会有封面跟大陆冷气的南下有封面表示有雨啊 那大陆冷却南下表示会冷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天气转冷不是转凉转冷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彭湖金曼马祖会有震雨或者雷雨发生的机会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好那因为由于这个雨从明天开始呢可能一连的会下个八天 那是八天都很冷我不知道反正谁的谁的这个这气象的气象的这些讯息我只知道气象局有提醒啊就是就是可能会呢 连续冷个几天连续会下个几天雨好所以你要开始明天开始那就要开始做防雨好那除了除了天气之外 那其他的这些呢生活之资讯啊空瓶啊等等稍晚再提供给大家 来我们再来看这个OK好那这个空瓶的空瓶的部分我这边现在好像好像还进不来 没关系嗯如果待会进来的时候呢再再慢慢的那呃准备好了之后呢再提供给大家做生活上面的参考 好回到呢今天的单元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不是我的是李家伟的是科学人的 那长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是长的时间从科学人创刊之后那这个单元就在非得早餐的表定的单元上头 那配合的科学人的tempo每个月啊第一个星期二啊非得早餐就割让让渡呢给科学人到这本刊物我过去提过就是他做长时间阅读的刊物 我没有办法每一本然后做很精细的每一页的阅读我当然会第一个先挑重点那挑完了之后呢我会呢挑自己喜欢的专栏 呃挑自己专栏里面也可以看专栏的主题那比如说这一这一期像像政治党教授在讲咖啡这个我就就很有就很有兴趣 他说的可以三天不吃饭那不能没有咖啡我连我连一天的都没有办法好那咖啡茶对我来讲 我我说过我我是几乎不喝白开水的那含糖饮料也很少我都大概就就是就是茶跟黑咖啡那咖啡一定是black 好那这些呢都都是你在科学人杂志当中的你能够你能够吸收到的生活智慧那甚至于他比那我我不能用科普的角度去谈科学人 因为因为因为他是需要有一些的有些的知识准备跟知识门槛否则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主题的内容也许你读起来之后都会觉得有一点难度 但是阅读本身就是要挑战难度不是吗好所以如果你有你有你有国高中的程度那其实科学人杂志的话呢大概都很适合你而且你会觉得每一期的阅读完了之后呢觉得呢都收获满满而且他应该主题的范围非常非常大所以呢你可以能做做非常广泛的知识的涉链好这期的科学人杂志的cover story那跟你到一定有关了这期科学人杂志在教你就是说大脑是这样辨识脸孔的 呃我们在讲的当然以后以后或许了那你你当然会会会普遍的遇到所谓的人脸辨识 台湾现在遇到人脸辨识的机会还不多哦不过在大陆啊大陆人脸辨识的运用已经非常的普遍 由他们大城市的城市管理治安管理那这种警政的系统普遍的运用人脸辨识 所以一个坐监犯科的人在一个城市里面出现的时候呢风险是很高的你出现的时候呢那街头的镜头抓抓到了之后可能没多久警察都跟在你后头 好那你被逮的都可能莫名其妙 好但最早我们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如何去如何去分辨了张三礼是王五 而这些人的脸在我们看起来那么注意到就是说我们我们看我们看不同种族的人比如你看西方人或者尤其你看比如像非洲裔的人可能会觉得每个人长得都差不多对了你仔细看你还是会觉得这个跟那个长得不太一样 可是其实那个差异性显然就没有这么小但同样的西方人看东方人可能那个问题就更明显因为东方人的脸基本上是平的 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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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凹陷的眼窝那没有呢很很很立体的五官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脸型对西方人来讲有辨识上的痛苦所以我记得在过去曾经曾经呃有人在访问访问这个呃陈纳德将军的遗伤当也过世了呃陈湘美女士问陈湘美女士说你的话 他的化妆你看你看到就是说许多在在西方社会里面那呃很有知名度的这些的华一的女性他们的化妆 几乎有有他们的同质性就是 比较浓然后呢都会呢突出了他的五官那色彩的会变得比较鲜艳 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化 陈湘美女士先解释过因为的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脸部的辨识能力是比较差的 那所以呢用比较呢突出的化妆比较特别的化妆来强化他们的记忆 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这是陈湘美女士曾经讲过的 好吧那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样辨识面呃脸孔的这些科学人杂志里面呢好几个主题来我慢慢聊 今天在我们线上为大家做科学人杂志的导读的 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李家伟李教授 李教授早安 小龙兄早各位请出门早啊好当然今天呢今天其实我我本来看到报纸的时候呢有点生气因为我看到今天许多的媒体都提到2025年的店价要大涨三成 那核能的比例要降到1% 这个如果说是经过老百姓的同意也就算了可是明明呢去年的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的公投 公投10个案子呢都都都都成案那也都有结果那对于核能的问题的表态呢也都很清楚就像最近的 有关于同婚那反同的问题 不管你的立场如何但是呢民意是有表达的和这些表达似乎都没有用好的政府呢还是一意孤行的继续照他政策做 那何必要公投的劳师动众浪费钱 好不过这些呢从而不论来我们回到了这期科学人杂志的这主题大脑的怎样辨识呢脸孔 这个 呃 我我我记得之前我曾经跟李家伟教授谈过就说 我们我们人每个人辨识脸孔的能力不太一定啊比如我我自己觉得我在这方面是很是很是很弱的 那那这表示大脑本身有缺损吗或者在某些方面是不如人吗 每个人特色本来就不相同嘛 嗯所以在任何感知上头的能力 有高低之差是在预期中的 嗯 那么我跟你一边谈话 向龙谅解我心不在焉 嗯为什么 因为我看着窗外 今天是我一个大日子 因为再过半个多小时 这个师傅们就要到我家里头来替我在侯院里头盖一个给青蛙繁殖的场所 哈哈哈 准备 展开一个 蛙的繁殖计划的 掀齐布置 我先盖起一个 房子出来 嗯 是一个网室 嗯 准备开始来繁殖 呃台湾平临灭绝的蛙种 嗯 这个事情想了好几个月了 你说在这新竹的家里对不对 新竹这里 我在苗栗 石头山的家里 是石头山 石头山 对 想了几个月了 师傅一直没空 上个礼拜我邀请他务必开始吧 因为天开始暖了 再也不再也不来 我这个计划就要延后了 待会会有几个工人开始来做 但是为什么说对我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来临呢 因为 他的这种 征兆简直好到极点 嗯 今天一早为了跟你谈话 我破例起个早 嗯 往窗外一看 我以为有一块破抹布掉在地上了 嗯 真老花了 眼睛不行 凑近了一看 天哪 有一条蛇 嗯 盘着一只大蛤蟆 那个蛇的直径的直径的大概就是2.5公分吧 那个蛤蟆的直径的直径六公分 我们有句成语说 贪心不足蛇吞象 何况是吞一只蛤蟆 吞蛤蟆比吞象容易多了 对 我相信这个结局还很难预测 因为它实在是体型全数太大了 刚才你在跟我谈话之前 说我们的电价要涨 其实严肃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迁 电价涨 这个问题远小于气候变迁的问题 涨个几毛钱 但是你看看这期科学人的杂志 里头那一篇 对我来说惊心断破的 你说的是阻止气候变迁的最后期涨 阻止气候变迁了 你看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说 我们还有五年的时间 有人说十一年 有人说十二年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几年里头 没有一个非常沉重 非常大规模的行动开端的话 那么五年之后一切为时已晚 那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德国的一位重量级的科学家寓言 地球上现在有七十五亿人 很多人都说到2050年 按照现在人口的增长会到九十亿到九十五亿 到这个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的结束 那时候会有一百亿人 但是这些很可能都是一个不务实的估计 因为气候变迁会让我们面对什么情况呢 地球上只能住十亿人 住在相对气候稳定的地方 那也就是现在的七十五亿人 绝大多数在这过程里头都被淘汰掉 那我们根本看不到一个九十亿的世界 也看不到一个一百亿的世界 这是一个多严肃的话题 只剩五年 只剩十一年 只剩十二年 那问题就在于 八辆的二氧化碳 持续的没有按照过去 大家国际协议说我们要降低排放 持续的送到空中去 那在2005年的时候 那个大家知道的全球气候变迁小组IPCC 他们都没有办法预测到 今天的情况会这么的窘迫 因为那时候想 我们用LED灯就好了 我们少吃点肉 我们怎么样子改变生活形式 灾难或许就可以度过 但是新的数字 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 列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数字 告诉我们改变生活形式 无济于事 我们必须采取副排放的方式 要建造几百座 几千座大型的二氧化碳的捕捉场 我们要做多少努力 才可以把灾难给延后 今天台湾在过去几年 信誓旦旦说我们要变成国际模范生 我们要如何如何减少碳的排放 没有啊 我们一步一步把全世界推向悬崖的边缘上头 台湾是主要推手之一 所以我们人很少 但是我们能源的耗费是举世的 这是模范生啊 这是劣等生啊 当然是 倒数前几名的 当然在能源问题上面 因为我们考虑的 我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去谈核能 这些年的时间我也不会 因为我对核能的主张跟目前的 跟过去的这些主流的政治思维呢 非常的不同 所以在媒体上面 我其实是很有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性思维 跟讨论的问题 那面对到能源的选择 不只是面对到PM2.5的排放量 还包括了碳排放的问题 那这个碳排放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稍微 我觉得能够理性思考 对话的这些过去的 一些环保的专家 其实陆陆续续呢 都调整了他们对于核能的看法 那把核能当作是一个干净能源 把核能的也当作是一个 安全的能源的选项 好跟过去呢 30年前的那个论述呢 非常的不同 好刚刚李家为教授呢 谈到的就是说 当时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呢 有一篇有关于 如何呢 如何呢拯救呢 把我们从这个 就是气候变迁的这个 这问题当中 拯救出来的最后七招 谈的都是呢 在大气当中的 碳排放的捕捉的问题 那刚刚讲到蛇 其实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呢 也有一篇呢 跟蛇有关的 当然怕蛇人看到那些画面 可能就会觉得很紧张 跟海蛇共舞 好这在科学人杂志里 有关于生命科学的主题里面 我在我在继续跟李家为教授聊之前 我问一下 你还在看这窗外吗 我还在看窗外 所以我还是心不在焉 不过我必须拉回来 跟你谈脸孔辨射 不过你提到了海蛇 我必须也寻着那条线 稍微谈几句话 你说 这个时光不饶人啊 这篇海蛇的作者叫杜明章 他在几年前退休 三四年前退休吧 退休之前 他是台北师范大学的教授 以研究蛇出名 我见过他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在1986年 我1985年回到清华大学教书 86年为了对蓝宇主唇的废料 核废料有很高的兴趣跟不满 所以频繁的到蓝宇去 我想知道蓝宇的主唇设施到底够不安全 放弃了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如此的恐慌 那是一个对蓝宇人多不公平的一个措施 所以我对这个议题有很高的兴趣 频繁到蓝宇去 去了以后 当然免不了要跳到海里头去潜水去 有一天我就看到 有个年轻人从草池里头冒出来 然后在他旁边有几条海蛇 我也跟着就跳进去 在海蛇边上一起游水 后来 我当然好奇 你干嘛跑蓝宇来跟这些蛇在一块 原来是中山大学的一位研究生 他自我介绍 他叫杜明璋 那时候我在青蛙大学教书 他是个小研究生 今天他已经退休了 姜龙啊 我在这真是感叹岁月 这有什么好感叹的 你现在还在看着你的窗外的蛇跟蓝宇的搏斗 你后面还在盖你的青蛙的繁殖的房子 这有什么好感叹的 你还有好多事可以做 台湾的窝内 台湾的窝内有36种啊 其中有好多种处在聂学的边缘上 再不救我觉得不行 所以本人决定 好好地来发展一个 养殖的措施 演练这个技术 将来希望变成一个范本 在世界各地可以推行 我们谈到人脸便是 但是我在想说你那边的 那些青蛙的家如果盖好了之后 那你家附近的蛇可能很高兴吧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找好师傅来做 因为这个挖房 它要绝对地避免两种生物 两类生物进来 一个是蛇 一个是鸟 那是挖真正的天地 是的 所以这个往事被盖得非常的严密 蛇钻不进来 鸟进不来 那本人宠爱的蛙 就可以在里头好好的繁殖 好 当然这个盖完了之后 等到你的蛙繁殖了差不多 你来看看吧 对对对 除了你以后呢 每天可能会被青蛙吵的时候 受不了之外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个青蛙的声音 如果你要繁殖 又住在那里的话 那我可能想像 你晚上能不能好好的睡觉 好那讲到海蛇的 我有问题请继续 你还谈海蛇吗 对你刚刚提到 你后来去潜水 因为海蛇 海蛇当然大家都有一个 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是说海蛇通常毒性很高 但是你看到包括杜鸣章也好 或者有一些呢 对海蛇很着迷的人 其实即使呢 知道海蛇的这种剧毒 可能比陆地上的蛇类 大部分蛇类都要 都要毒性都要强很多 可是还是很着迷 有海蛇为什么 这就还 我们还谈谈杜鸣章好了 认得他以后 知道他在海蛇上的 独到的研究成果 例如过去大家都说海蛇 喝海水 然后把盐 特殊的有一个方式 给排出来 杜鸣章的成就之一 就是他证实了 至少在南宇的海蛇 不太喝海水 他们都生活在 可以喝得到淡水的地方 那杜鸣章太有趣了 所以每一年 我都把杜鸣章 请到清华大学 给三百多个学生 讲两个小时的课 他太让同学们喜欢 带着几个布袋 到课堂里头来 讲着讲着 就捞出一条蛇 给同学放在手上 去传乐曲 你可以想着 那些女生们 女同学们 从惊呼到惊喜 到拿出手机 来看着蛇 传在他手上拍照 杜鸣章这时候 当然就要 不免要谈到他的海蛇了 因为在研究海蛇之前 他听说海蛇的毒牙 是0.6公分 如果他能够有 0.7公分的潜水衣的话 那就咬不透他 所以他去定做了一套 全台湾最厚 最重最贵的潜水衣 以防海蛇咬了他 几年下来 他的心得是 他的潜水衣可以丢掉了 因为台湾的海蛇 实在是温馨可爱 真的吗 哦就是 所以杜明昌现在的口号 他的宣传就是 要让蓝羽 变成世界的海蛇的观光 直接接触的乐园天堂 他期待有一天 这种排队到蓝羽 跟海蛇共游的这种 暴民要等到几年之后 才可以落实 暴民就是如此 听起来还是有点毛毛的感觉 好 今天呢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心不在焉的 正在看他们家 看他的这个窗外 一条蛇呢 跟一次赖蛤蟆 在搏斗的李家伟 李教授 其实我刚听你讲 这个很有画面了 我觉得如果可以开直播 所以随时跟大家报告呢 最新的战况 最新的进度 那应该是呢 很有收听率的一件事情 蛇的嘴又张大了一点 蛤蟆又在抖了一下 那抖了一下没有用啊 他不可能再出来了 闷都闷死了 那这时候就看我的态度如何 我是要去拯救那只 我宠爱的 每一次常常可以看到 但是蛤蟆呢 还是一旬的自然界的规律 看他们继续发展 那那条蛇是怎么样的蛇 红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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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毒的 天底下唯一少数几种 是台湾唯一不怕 赖蛤蟆的毒的蛇 也就是蛤蟆表皮 又不是有些瘤蟆 分泌素一些白色的汁液 那个白色的汁液 其实是很毒的啊 但是台湾的蛇里头 就只有红斑蛇不怕它 所以 蛤蟆没有人敢碰啊 除了红斑蛇之外 其他动物对它只有避免 红斑蛇找到了这么一个 生态食物链的缺口 直接切入 好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过现在碰到红斑蛇的时候 那就很麻烦了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因为这期的科学人杂志的主题 那跟你的日常生活 或者跟你的生命经验有关的 很多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李嘉伟 李嘉伟了 18分24秒 你在收听的飞灯波 飞的早餐 我是陈小龙 星期二的时间 科学人杂志的单元 这期科学人杂志的cover story 在讲了这个人的脑科学 大脑呢 是如何呢 辨识脸孔 我们如何看到 看到张三李四 然后然后这个 这个王二麻子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都给分到这谁 这一看到就可以叫得出名字 那即使双胞胎 你说双胞胎呢 刚看的时候分不出来 可是呢 如果再给你一点点时间 你仔细看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分得出来 他们之间的差异 换句话说 我们对人脸的辨识 你会觉得人的五官 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眼睛鼻子 嘴巴 那眉毛 耳朵 发型 或许会有些变化 但即使你刻意地 把他们打扮的都一样 你还是可以看得出 他们细微的差异 你还是叫得出 他们的不同的名声 为什么 这是怎么办到的 来在我们线上的 李嘉伟李教授 好 过去大家 当然直觉地会认为 我们辨识人脸 一定是一个 非常非常复杂的 自觉讯号的 传递处理的过程 这个系统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参与 今天这个问题竟然被简化到如此的程度 作者叫曹颖 他是出生在中国大陆 四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美国去 一路表现杰出 去年他得了迈克阿瑟奖 一个年轻女子得了迈克阿瑟奖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 主持一个由华人捐赠的一个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担任负责人 迈克阿瑟奖是一个很大的奖 他的奖金大约合算台币2000万吧 哦 他比诺贝尔奖 当然少一些 但是诺贝尔常常好几个人得 但是读得迈克阿瑟奖 他的成就就是人脸辨识 当然他很难用人来做实验嘛 因为怎么样子在人脑里头 做这种有点侵入性的 严重的诊弹 理想材料就是用猴子 他的结论很清楚 在猴子的脑跟人一样 我们有六个小区域来处理视觉来辨识人脸 这六个区域只负责辨识脸 那这人脸当然也包括动物的脸 最主要就是脸部的特征 里头总共有205个细胞 你要想到我们脑子里头有1000亿个细胞啊 比如有250个专门来辨识辨认人脸 那他就把人的脸部特征的拆解成50个特征 那接着看这205个细胞分别对哪些特征起反应 每一个细胞负责不同的 有些是那种轮廓 有些是眉毛之间的距离 有些是鼻子如何如何 那终究大家各时所知 只要一睁开眼睛 这205个细胞就去把一个脸部的特征 做了一个清楚的分析 各别做各别的 然后再送到其他的地方去综合处理 那这是一个解析的工作了 但是他这个结论了不起的很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去让猴子看几十张不同的脸 最后你想知道 他刚才看中的是哪张脸 他特别对什么有感应 你测他的脑部 这205个细胞的反应 那同时你就可以知道 按照每一个细胞所产生的电波 你可以明确的知道 他刚才看过的是哪一张脸 那也就是想用 如果你否认你看过我 那我两两年脑部的这些225个细胞的表现 我就知道你一定看过我 而且是最近看过我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发现 文章不是很好读 因为它有点千马行空 从小时候的数学谈起等等等等之类的 不过耐心 听到我刚才所叙述 它这个成就可能的意义的话 大家比较能够感受 它了不起的成就是如何的 好那这样子一个研究 第一个我是有点惊讶了 因为205个细胞的标定 那个在人的脑 一颗脑里面来讲 要找到那205个细胞 那怎么办得到 那个跟大海捞针是一样的 过去的话 当然讲初浅 其实也很先进 就是那Functional MRI MRI是核磁共振 对核磁共振 现在可以锁定到细胞的这样一个大小 还不太容易 因为它能看得出区域出来 知道脑子哪一个区域活化了 所以按照已经活化的区域里头 再把那个电析针给 很精准的去看哪一个细胞 用这个方式来找到这2505个细胞 知道了这个体制以后 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科学人杂志这一期里头 科学新闻里头 有一个标题说 涉水鱼也能看人脸 一条鱼在水里头 它看到外头有个虫子 那它就会喷出一连串的水地 水柱 把那个虫子给打下来 有那么一个女性 科学家 她养着涉水鱼 发觉她每次走到那个房间里头去 那条鱼就出来 啪一个水柱也喷降它 似乎她真的能够看到人脸 而且能够分辨出来 后来发觉果真是如此 那从人身上的经验 鱼的脑子小到了极点 跟人脑那么大 有很大的差别 就不必压抑 它也能看得到你的脸 而且能够辨识出来 因为看到脸只需要 至少在猴子只需要205细胞 鱼不需要看这么清楚 它少数几个细胞 也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从这个案例 你就可以知道 人这个脑子的潜力无限了 这种对于就是说 人脸辨识的能力的标定 那对于我们现在 因为大脑的病变损伤 所导致的认知能力 好吧 比如说 比如说一些失忆症 或者说是痴呆 那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 它是连家人 连至亲它是分不出来的 那这些在 在这些医学上面会有帮助吗 现在基本上是束手无策 因为我们不知道 记忆的分子是怎么产生的 记忆那些分子 又是组存在什么地方 然后怎么又把它叫醒 也因此这些科学的研究 会受到那么大的重视 就是因为你了解了神经回路 了解了这些记忆分子的组存以后 我们才能够去治疗那些 现在棘手没办法应付的疾病 但是这一期科学里头 有另外一篇文章 在以美国做例子好了 我想台湾也一样 每一千个新生儿里头 有三个刚出生 或者是往后成长的过程里头 它的听觉是有很大障碍 这个数字不少 比例不少 我们平常不太关心这些 龙雅啊 等等之类的孩子 因为他们被关在特殊的学校里头 是的 有些家庭苦恼得很 今天明白的说 在往后的三五年之内 很可能就可以有一个 彻底的治疗方法 就是基因治疗 这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这是用病毒直接把正确的基因 送到老鼠身上 已经几近百分之百的成功了 那老鼠恢复了听觉 然后生活得跟一般的老鼠一样 它不只能听 能听它就不会 涉缩在一群老鼠的角落里头 然后它因为不能听 它也就失去了平衡感 给了它这个基因治疗以后 它完全正常 那些可怜的 先天耳朵听不见的孩子 将来是可以治疗的 这也就是知道了 为什么它听不到 可以追踪到内耳里头 一个长的毛的细胞 出了问题了 那就只有一个基因出错 把那个基因 把它给调整回来 把病毒 安静的这个基因 让这个病毒 已经失去了毒性 安全的送进去 然后表现出来 就弥补了这个缺陷 好当着失聪的 失聪的治疗 即使你去问权威的耳鼻侯科医师 大概都束手无策都很无奈 过去虽然 虽然现在呢 人工的电子耳呢 其实已经很发达 它可以解决掉部分 在神经呢 没有完全的 完全失去作用的 没有完全受损的 这些呢 失聪人士的身上 电子耳或许可以帮一些忙 但是对有一些呢 连神经呢 都受损的 那可能呢 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再加上 我们随着人的老化 你如果去定期做听力检查 尤其现在我们都活在这种的 声光效果十足的环境里面 我们经常都必须要在 在很巨大的声量的环境 比如电影院啦 比如说这种的 这种放烟火啦 鞭炮啦 或者是平常动不动 即使是穿过我们 街头巷尾的垃圾车 经常的那个分贝数 你去测量 都在那110分贝以上 那个呢 其实呢 都是很大的音量 慢慢的你就发现 年纪大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听力还好 不 其实你去测的时候 你会先失去的是 你对于高频的 那种的辨识的能力 那慢慢的 高频率的声音呢 你慢慢的就听不到了 越来越退化了 一开始呢 只能够保留一些呢 中低频 慢慢的连中低频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呢 你慢慢的就失去了 你的听觉 好 那这篇的文章 那有关于科学人杂志呢 这一期的 有关于医学的这个专题 那基因治疗 可以让人走出寂静吗 失聪的治疗 是不是有了一些 在基因疗法上面的突破 对未来 包括耳鼻喉科 对于一些听觉 失去或者听觉受损的人 的治疗来讲 那可能是一件 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科学人杂志的内容呢 经常隐含着希望 我要再听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人在我们 在线上 每个月呢 为大家做科学人杂志 导读的 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也是科学人杂志的 总编辑李嘉伟李教授 请你稍等 继续和你聊 一分二十五秒 你收听的 联播网 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龙 星期二的时间 每个月第一个 星期二 科学人杂志的单元 在我们线上的 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也是科学人杂志 总编辑李嘉伟李教授 那李嘉伟李教授 今天是心不在意 他有很多事情要忙 他待会他们家呢 要开始呢 帮青蛙 帮台湾许多 濒临 绝种的青蛙 要盖一个 富裕的环境 那又可以去大家听青蛙叫了 第二个 他在看他们家窗外 窗外的那一条蛇呢 正在跟他一只 常能看到的癞蛤蟆呢 在搏斗当中 我刚看了我们的APP上面的 听众的流化呢 对于这只蛇跟癞蛤蟆之间的 搏斗的最新的战况呢 显然是很关心 那能够做实况转播的呢 也只有李嘉伟李教授 李嘉伟现在的战况如何 刚才那个蛤蟆的两条后腿 有了一个着力点 所以他就努力的 让后腿在木板 外头的阳台的木板上 都往下撑 那么这一撑他就可以动 动的时候这个蛇 就毫不留情的咬得更紧 整个蛙就再抽搐一下子 所以我不知道 他努力的挣扎 是换来更大的痛苦呢 还是有可能可以解脱 到目前为止 这条蛇缠得很紧 可能我不知道 要到下个月才知道 这个蓝行吗 到底 我们时间快结束了 在之前我们就不谈科学人 延续刚才的听觉的话题 您说 昨天晚上我从屏东 从高雄左营搭高铁回来 隔壁一直在用手机讲话 我有点享受他私密的内容 但是等他讲完了之后 我就听到车厢里的广播 所以为了维持大家安宁 安静 然后如何如何 请不要大声讲话 请不要用手机 这样的音量 那个广播的声音很大 对 而且他播四次 用不同的语言播四次 天哪 我们台湾这是进步还是原始 你的听众很多 那或许高铁的高层 也能是你的听众之一 改一改吧 太讽刺了 这不止高铁 如果你在台北搭捷运也是一样 捷运的 捷运的那个声音 那你说从好意来讲 他怕有人没有听到 所以呢 他可能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面 他把分贝就提得更高了 音量就更大了 包括那些警示音 其实在高铁站 尤其高铁站 高铁或者是捷运 因为经常都在 地下 所以他的回音的效果是很大的 所以这些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台湾需要用四种语言播 我们的车子到了 我要防止他压到 那个搏斗的两个主角 工人也看到了 他们也蹲下来 听着这个生死搏斗 所以你周围现在 很多人在看他们在做 最后的挣扎在搏斗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比较难去想象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的 李家伟他们家 他们家是个大的动物园 那你在网络上面呢 可以找到的 这个的精心的 空白解析度很好的画面 看看李家伟的家里面 也介绍李家伟 但大部分人没有去过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他的家里面的一年四季 在苗栗南庄的变化 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其实呢 这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 还有一篇跟台湾有关的报道 是这个 在宜兰有个神秘湖 这个我其实还蛮爱玩的 不过这个神秘湖 我倒没有去过 你有去过吗 我没去过 但是写这篇文章的秀庭 汤秀庭 他做了一个很精彩的叙述 对我看了这个也觉得很棒 在宜兰的南边 有那么一个三角形 中年不哭 而且似乎岁月已经两千年了 到现在维持着不变的一个宁静的湖 详细的叙述了 当地的泰雅族人 这种环保意识高张 希望能够留住这个神秘湖的生态 以及政府官员三边的妥协合作增持 这个过程 那是一篇好文章 鼓励大家度一度 那是一个开车可以到的地方吗 开车不太容易到 所以秀庭就很精彩的描述 他一路颠坡 然后终究抵达了那个现场 好那还好 如果开车可以到的话 那这样子一报道了之后 那个湖大概就完了 但是开车不能到 所以大概呢 也受管制 进去之前可能要经过相当的预约才可行 对泰雅族人来说 这是一个观光台啊 那怎么样子留住那个地方 能够增加这解说的深度 不破坏 而且带来一些经济上的补足 这绝对是大家都得面对的一个讨论话题 好那因为今天呢 李家伟呢 待会待会有两件事情 要忙青蛙 还要去关心那场的惊心动魄的 对 可怜的蛤蟆 勃勃 要去救他的赖蛤蟆 好今天呢 非常非常感谢 线上的为大家做科学人杂志导读的 新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也是科学人杂志总编辑李家伟 李教授 李教授感谢 好我们下个月继续谈 好现在下个月呢 再麻烦